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又来到了我们的每周新闻系列 今天要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游戏里的新闻大小事 这周的新闻相当有趣 腾讯成为了知名高game工作室的母公司 中国游戏因政治立场而引发了岩上 知名斗塔选手在比赛中提前庆祝 反正发生了悲剧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哦 哈吉明朗 首先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来自中国的游戏资讯 上周玩家机密才跟玩家们分享了 中国游戏公司腾讯成为了Techland的最大股东 这周又再次传来了另一则大消息 那就是由马记准老师率领 曾经制作过Angel Beats的动画 发布过Clanet,Air和Canon 三部催泪神座的工作室 Key社的母公司 Visual Arts 其社长马场龙博 以年纪一大的原因选择了隐退 成为了公司的顾问 并把社长的位置 交给了天云悬术来接任 至于公司的股权 原本Visual Arts 是马场龙博的家族企业 持有公司100%的股份 但因为自己的年龄 以及公司的未来 再加上没有适合的继承人之下 他亲自挑选了 在市场上扎实的上市公司 决定把股权转让给他 让Visual Arts在未来依然可以稳定地发展 而那个候选人正是腾讯公司 公告中社长拿了腾讯旗下游戏的影响力来做比较 认为腾讯可以带领Visual Arts 往全球的方向发展 所以往后Visual Arts也正式成为了腾讯旗下的子公司 当然在公告中马场龙博也有表示 Visual Arts依然还是Visual Arts 并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在未来依然会制作出各种视觉小说游戏 动画、手游等等 且会继续地为玩家讲述一段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同时公告的最后 他还向过去一起努力的同伴表示感谢 并且多次感谢了为公司 创造出许多精致作品的麻迹准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这一次的股份转让 又有这什么样的看法呢? 下一则新闻 不知道玩家们在最近 有没有一直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了一款打着鬼灭之刃 官方授权的手游出现 这款名叫灭鬼之路的手游 不仅角色模组精致 就连地图和音乐都还原了鬼灭之刃 让玩家第一眼都很容易以为是 官方推出的全新手游 而游戏在7月21日 登陆App Store以后 在台港澳地区 新加坡 还是马来西亚 都排在了排行榜的前三名 可以说是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而这款名为灭鬼之路的手游 其实是由中国的海南华银 网络科技公司制作的 游戏不仅有着客金元素 就连游戏里的UI和背景 有许多都是和鬼灭之刃 正版格斗游戏 鬼灭之刃火之神雪风谈 有着相似之处 然而在这一款游戏 成功掀起讨论之后 有日本媒体就跑去询问了 授权方的Aniplex 并且得知了 灭鬼之路是一款未经授权的手游 所以遭到侵权提告 相信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有玩这款手游的玩家们 在看完这一则新闻之后 可要小心咯 千万不要在游戏中课金 否则游戏万一遭到了提告 就有可能会直接官府倒闭 玩家的钱也就这样随风而去 另一则新闻 由中国祖龙游戏开发的手游 以闪亮之名 在日前就出现了一个争议 以闪亮之名在过去 因为中国暂停版号审理 而导致无法推出 因此台服就让代理商先行上线 也因为这样台服的版本就领先了之后才上线的陆服 当中也包括了一些新内容和功能 台服都会先行一步 而随着以闪亮之名的手游上线一周年 台服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周年庆 但也因为台服先快陆服一步 所以台服就先公开了周年庆的服装 这也让陆服的玩家感到不满 开始提出了抗议 而官方也向陆服的玩家表示 陆服玩家不仅会提前得到 和台服一样的周年庆服装 而且还会获得另外一套服装 这样的福利也让台服玩家询问官方 是否也会拿到陆服的服装 得到的答案则是台服的玩家也能够获得这套服装 此举也让过去因为版本差距 加上官方对于陆服玩家的差别待遇 而感到不满的陆服玩家彻底引燃了怒火 因此以闪亮之名的官方 就遭到了中国玩家的言上 不仅如此 在中国官方的玩家社群中 玩家与玩家之间开始把问题 扯到了两岸的政治议题上 有大陆玩家在群组中聊到了一中原则 却以设政为由 而遭到的官方人员撤回禁言 但台服玩家发表了像台湾 从来都不是中国的台独言论 不仅没有得到惩罚 反而还被官方友善回应 甚至有玩家还发现到 两边的用户协议政策中 并没有把台港澳的行政地区 包括在中国内 在事情闹得越来越大之后 以闪亮之名的官方微博也发出了公告 表示在台港澳地区的代理商 在多次交涉之后 双方最终无法达成一致 决定停止运营台港澳的伺服器 因此台港澳的代理商也宣布将在接下来的8月28日停止运营 并且提供退费服务 至于新马伺服器的代理商 也接着发表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并切断台港澳玩家与新马伺服器的数据 而台港澳伺服器的玩家们 如果真的要转移账号至新马伺服器 则必须同意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对于受到影响的玩家们 你们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接下来就来跟玩家们分享一下 关于电竞实况圈的消息 知名实况组ISO Speed AKA贾抗哥 不久前就跑到了日本旅游 然而在那之后 他却开始发起了高烧 右眼也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疼痛 感觉到像是有人拿着刀 不停地在刺着他的眼睛的那种痛 不仅种得连开眼睛都无法打开 他还出现了从极性头痛 让他感到非常的痛苦 在看了许多家的医院之后 Speed目前也居住在了日本的一家医院中 并且确认了将会入院调查 而Speed的父母也会从美国过来日本照顾他 根据调查得知 Speed可能是鼻痘感染 患上了鼻痘炎 这才会导致他的眼睛发生了红肿 且不停发烧头痛的原因 只不过庆幸的是 感染只是眼皮受到了感染 并没有影响到Speed的眼睛 所以也希望Speed可以早日康复 快速地回归继续带给观众们更疯的体验 另一则新闻 知名的Dota2新生代选手 兼实矿组 23 Savage 年仅21岁 就成为了首位抵达13000mmr的玩家 在加入了Talon eSport之后 就参与了各大Dota2的国际赛事 然而就在2023年7月举办的 利亚德大师赛中 Talon eSport在胜者小组半决赛中 对战Team Liquid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 23 Savage 在双方1比1赛点的时候 就使用了Morphling 变体精灵大开杀戒 拿了超过900刀的小兵 经济遥遥领先所有人 最后双方在激战一个小时之后 Talon eSports 也成功杀入了敌方的高地 严见局势已经面临5对3的优势 加上5人也已经在拆塔 于是23 Savage便开始脱下了耳机 站起来庆祝胜利 然而江还是老的啦 Team Liquid不仅没有宣布GG投降 多次参加世界赛的Zai 也没有选择放弃 使用玉母蜘蛛的他 利用飞鞋传送至 对方早已残破不堪的家中 并利用玉母蜘蛛的优质 对Radian的遗迹展开了攻击 同时Team Liquid也利用了Glyph 防御浮雕来拖延Talon eSports猜塔的速度 所谓的Glyph就是可以让自家建筑 和小兵进入奇妙的无敌状态 起身庆祝的23 Savage眼见不妙 快速的TP回家防御 这时其他的Team Liquid选手 也即时利用了眩晕技能来打断所有人的TP 并且不断地眩晕对方来减缓猜塔速度 最终在野偷家成功 拿下了这场胜利 至于提早骑身庆祝的23 Savage 在意识到队伍输了比赛之后 也非常的沮丧和自责 因为其实他们是有着Glyph 来保护自己的Radian遗迹的 只是23 Savage在59分钟 冲进敌方泉水杀死对手的时候 他却按了Glyph 所以最后在玉母蜘蛛偷家的时候 他们也无法再使用Glyph 来保护自己的家 而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年仅21岁的23 Savage 最大的教训 同时也是遭到玩家吐槽批评的对象 而Talon E-Sport最后也在败者小组的决赛中 再次对上了Team Liquid 并且以2比0的成绩遭到了淘汰 最终拿下了170万美金的奖金 成为了第三名 最后就来跟玩家们速报一下游戏资讯啦 早前墨西哥就有一名母亲 为儿子庆祝他18岁的生日 却没有想到在儿子许愿之后 母亲竟邀请来了超熊的性感五娘 来为儿子热舞 不仅靠近儿子跳起了贴身舞 更是做了不少挑逗的性感动作 这让坐在椅子上不敢动弹的寿星 感到相当尴尬 而事后寿星也向母亲表示 自己其实只是想要PS5的游戏机 这段请五娘来热舞的生日派对 也成功在网络上爆红 大家在知道了男孩的选择之后 都对于男孩热爱游戏的心感到敬佩 另一则新闻 知名的波兰游戏公司CD Project Raid 在过去就有公开了他们旗下正在制作的全新项目 当中就包括了巫师系列的全新作品 而随着Cyberpunk 2077的资料片即将在9月发行 CDPR也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然而日前CDPR的执行长 Adam Kaczynski就有发出了一则公告 表示公司将会进行大型的人事调动 从而组成各个项目最合适且最好的开发团队 以确保游戏可以在有次序 且更有效率的环境下 进行高品质游戏的开发 只是公司在进行评估以后 发现公司也已经人满为患 以团队人手过剩为由 将会开始慢慢的进行裁员 直到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 裁员人数大约为100名员工 约是整个团队的9% 而他们也保证公司会为这些被裁的员工们 提供全面的支钱费 最后一则新闻 热门漫画《海贼王》在连载了26年以后 终于要迎来了最终的章节啦 而随着动画的陆飞进入五档 由万代南梦工于2020年发行的海贼无双4 在推出三年之后 也终于要推出全新的DLC啦 这一次的角色计票2 将会收录9名全新的角色 第三弹的鬼岛最终决战包 将会在2023年9月登陆 目前只公开了五档陆飞 至于第五弹的其中一个新角色 透过外星来看 很明显支持红发格机剧场版 人气相当高的乌塔啦 不知道玩家们又期不期待DLC的推出呢 那么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啦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这一周新闻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分享哦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